大家好,我是小老婆的大魔王Slinger 今天一大早呢,我們來到三樣的總公司 因為他們辦了一個非常狂的活動 叫做董事長環島 這消息出來之後呢 有人表示支持,也有人持保留態度 不管怎麼樣呢,我個人非常支持 而且我真的相信 一個會把自己產品騎上路 好好體驗的長官呢,才能做出好車 那小老婆團隊呢 這次也會全程的參與 我跟董事長要一起騎環島 那過程中呢,我會觀察 這個董事長,到底有多麼喜歡車 話不多說,我們就開始吧 走囉 那當然,能夠自己製造的機車 能夠出環島,是不是更有意義啊 對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经过一个早上的旅程呢 我们现在到了台中的后里马场园区这边 这段期间董事长都骑在我前面 我们两个就要一起骑过来 我觉得它真的超厉害 这样一百公里完全不含泪 也不会觉得不舒服 然后就是很开心的 这样跟我们一起到这边来 我真的要给它鼓鼓掌 蛮厉害的 这次很高兴呢能够来参加这个董事长环导的 这个团 董事长之前有骑机车环导的经验吗 然后为什么会想突然想要环导这件事 以前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机会 以一个做机车的如果自己不能骑自己制造的机车环导一次 我是觉得这对自己来讲是一种遗憾嘛 所以我这一次能够这样成型我是觉得蛮高兴的 我们这次在推这个活动的时候他突然很兴奋 不行啦不然我也要去 我要去 然后从那个KRN发表前一个月 然后一直找到现在 走走走走走这样 对然后看到每个人就说 我要去换岛 很兴奋 加油加油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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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山羊工业吴亦诚 我叫Ivan 大家好 那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的报导的话 你会发现说不管是DRG的发表会也好 或者是KRN的发表会也好 都是Ivan上去简报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开心说可以跟他来个小小的聊天 问他一下说到底零售系列 这个BT系列它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OK 我觉得第一个是非常差异化的定位 因为现在虽然大家在讲主流跟非主流这件事情 但对我来说只要大部分能接受的东西 才叫主流 是 好 那第二个我们一直在聊到三洋比较独家的可能三菱科技 那甚至更好的一些科技的配备 或者是说一些设计上面 我们自己跟欧洲设计公司一起共同去创造的一些新的idea 那甚至说我们可能会在一些机能性或是功能性 开始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差异化 整合在整个零售系列的部分 其实四大零售各自有自己的特性 从外形到它的特性性格等等都有一些属于它自己的风格 那我们就会将这些风格全部移转到车子上面 让新的设计跟科技配备还有性能 就做不一样的呈现 你改的太花俏了 哦 这样才看得出有改啊 董事长可以活泼一点这样子 有一个车友超热情的 是啊是啊 他说什么我没有听到 他说他已经又订了一排了 真的假的 又要改成这个样子 才刚发表就顶了 对 真的是非常清魂 是的 我们董事长的魅力真的是无花感 没有 环岛之后魅力更四色 是 车子的魅力无花感 哈哈 来靠这边 可以走一下 好 预演出电 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点呢 是在高雄莲池潭的龙虎塔 就是左青龙 右白虎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 我觉得好多地方 台湾我都没去过 觉得蛮可惜的 这次真的有这个机会很开心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鹅儿讲 因为他今天其实一下子就跑了 那个 鹅儿啊 你实在带的时间太短了 应该要跟我们一起骑 至少要骑到鹅卵鼻去 然后跟小生打个招呼 然后交接一下嘛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要处理一下 好嘛 就你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大多数人喜欢的才叫主流嘛 不过因为这个零收系列 推出來的時候 真的是跟大家喜歡的很不一樣 我比較想問的是說 當初怎麼會去想到說 要切這個方向 OK 其實那時候 不管是在125的市場 其實大家比較主流 都是運動型的速克達 那在150比較主流的是休旅車 那其實我們在想說 現在大家不管是工作啊 休閒生活 還是娛樂興趣這一些 其實有更多不同的發展跟偏好 所以我們重新在思考幾個定位是 我們應該要在一個指標性的產品上面 要有一些新的主題 還有一些故事可以說 在中國有很多的文化 然後有很多的神話 四零獸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因為它不只在東方文化園 它也存在在西方文化 那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故事 包裝的一個取材 搭配四隻零獸不同的個性 就會有不同的素材 那不同的素材 不同的特性 就可以包裝成不同的產品 那每個產品不同的定位 就可以造就出 不同的TA 不同的定位市場 就可以讓每台車的定位屬性 差異可以非常的大 那一來不會搶到客群 那二來呢 又可以讓每台車的定位 非常到位 然後非常的精準 這幾期不會太累嗎 我覺得比我在辦公室很輕鬆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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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剛才有發現 通常越騎越有精神 對啊對啊 那這一趟你要全部騎完 不會在什麼中間開會 我要先走 不會不會 上次說我會開會先走 看客戶離很遠喔 再讓我拖問你去 好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還會有一些 特別的車款 當然 會有啦 會有喔 現在還不能透露 欸暫時 今年可以期待 可以 今年可以期待 而且是 很漂亮 嘿嘿嘿嘿 我們繞遠一點 不要被他們停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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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全程跟對不對 對 真的都沒有換什麼 我今天 其實我今天一直在旁邊 你知道嗎 我我 你後來有發現 這個怪怪的 再來就是 Dirica 對這台車好像出現過 有螢幕就要拍Singles的時候 她會看到 她會看到 還好閃過去 所以你要直接弄完 直接弄完 真的喔 不過還是有問題要問你知道嗎 哦是 為什麼你沒有全程跟耶 你知道他說什麼問題 你剛剛說什麼問題 今天行程是我們從高雄出發 因為今天路程比較長的關係 所以整個時間壓縮比較多 特別要講的是說 因為我們這一次從藍瓶燈塔 然後我們是走旭海這邊 然後一直往東走 那這邊有一些小山路 那我覺得在山路中間 其實教授的優勢蠻好的 然後我順便測了油耗 那今天我們從高雄出發加滿之後 然後到了滿洲的加油站加 包含市區大部分長途 速度大概都是在60到80之間 這樣的油耗一公升是51.9公里 感覺還不錯 今天地形其實蠻多變化的 其實我一直有在後面偷偷觀察 我有注意到山路上其實騎的蠻好的 那是因為技術好的關係 還是因為車子好的關係 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是天生利子 本來技術就不錯 但是已經三十幾年沒騎了 那最重要的是這一部車的一個操控 蠻靈活的 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講到TA這件事情我就很想問 其實這個外型跟目前大家思考的很不一樣 那甚至有人覺得說 像外聊電動車啦 或是說像本田的某些車款 以你自己來說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我覺得 在打造KRN這台車 我要做更多的是 我要怎麼去打造一個不一樣的平台 然後給大家去玩樂 基本上我們把最難做的部分兩個 一個是前叉的穩定性 所以我們上了導力式前叉 那第二個是引擎的性能調校 那還有一個是整車的平衡性 還有APS的安全性 四項東西 這是有外面改裝廠 再怎麼改都改不到位的 四合一的這個組合 所以基本上我們推出的是一個好玩的平台 我把該有的機能都給消費者了 接下來你希望這台車可以幫你什麼 比如說今天我想要競速 我可以把我的巧克力胎換成高速胎 我可以去調我的傳動 我可以去調我的氣缸 我可以去調我的排氣管 然後讓我的造型 開始去變成是更運動型的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越野 好我把現有的多功能胎 再換成更主流的巧克力胎 那把我的扭力搭配普利豬 然後再做改變 然後去調大它的扭力值 那甚至說 好再把它的一個前土足後土足改掉 那改成是更越野的 然後再加了一個護工等等 那它是不是就變更越野的車 但基本上 不管是對應到任何地形的車 或是任何function的車 這個平台 它大致上都可以簡單的滿足你 這樣的需求 這才是對我們來說 什麼叫做玩樂 是玩樂就應該是依照你的喜好而配合你 其實我們要做的是這件事情 依照吉林挑戰成功 那這一次環島除了說沒有自己做過都是別人的故事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沒有什麼 比如說目的 這樣繞一圈 想要讓大家 或是讓整個市場 讓整個社會知道的事情 我想第一個當然自我挑戰嘛 寫自己的一個故事嘛 然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也 出來瞭解一下 現在年輕人如果騎機車 做一個漫遊來講 會有什麼困難 譬如說以體力來講 要不要很充沛 但是以我這種年齡 然後又很久沒有運動 然後臨時就這樣出來 我覺得我騎起來 我沒有感覺有負擔 這是一個 那再來就是說 我也想要了解一下 年輕人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我想作為一個機車廠來講 除了提供機車 也就是他們漫遊的一個工具以外 那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針對未來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山陽我想會跟年輕人走在一起 他們需要的一個東西 我想山陽走無旁貸 一定要把它做好來 I need a little sunshine I need a little sunshine it's been a hard year I had a lot of dark nights and we're still waiting on some daylight to reappea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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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oke to clean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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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eed a little sunsh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从花莲出发一路往北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车队要走旧梳花 一直到基隆 然后到了南方号观景台 最后我们到了集中点来打卡 一路上非常平安 在花莲的时候因为有下一阵雨 我们非常担心本来想说梳花会有下雨的状况 结果运气还不错 整段都是晴天然后地是干的 但是到了公北角的九号公园之后呢 开始下雨了 所以现在大家会换上雨衣 准备去一路再往北 待会要到基隆去修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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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能工中的鞋子它防水 是在拍YouTube吗 超搭的 麻烦我上YouTube了 好 好 好 save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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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好 對 現在我有FMX 有DRG 然後現在其他的KRN 這三才出來 大家都很想知道說 第四個叫做零龜是不是 對 它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到底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零龜有幾個特性 是 第一個是零龜的故事裡面 告訴我們其實零龜代表的是長壽 那第二個是我們想像中 龜殼裡面是可以藏很多東西的 所以對摩托車來說可能是置物或是便利性 基於這兩個需求 我們會從這邊去做整個發展 那剩下的就讓觀眾朋友們 好好去想想 去猜一猜 到後面會端出什麼好菜出來 給大家 大家盡期待 表示說目前有兩個提示 大家可以自己好好的去評一下 沒錯 30秒 30秒就到了 好朋友轉進去了 好朋友轉進去了 今天等待好久 我想很重要的一點 一輩子環島一次 應該是很多人的一個期待 這六天等於過了一年 不是說我很難過 不是說我很難過 因為我從春天騎到夏天 騎到秋天回來變冬天 除了我這種年齡 三十幾年沒有騎過車子 我能過這樣火墨登場 當然要感謝的是 所有同仁的一個努力 做了一部 性能這麼好的車 操控這麼好的車 操控這麼好的車 外觀這麼漂亮的一個車子 所以我才能很順利 在議定的時間 回到我們牧場裡面 我也自己鼓勵一下 好不好 說句話 說句話 經過這六天五夜 總共一千二百五十公里 我們是把環島騎完 而且這次是大圈的 最難到的鵝卵比 然後走一九九線道 直接尻回來 跟我們之前走何回 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段時間中 其實我一直騎在 總長的旁邊 或是附近 所以我可以證明 他全部都是騎完的 這點讓我非常的感派 那整段因為 15台車 所以車行速度 大概是50到80 沒有非常快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第一個是,這件事非常熱血 因為一個坐車的董事長 他願意下來花這個時間 好好的體驗他自己的產品 是不是能夠符合這塊土地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那其中有幾點也跟他在聊 他說,他覺得安全非常重要 所以他會持續的努力的提供這些消費者 安全的產品 而且還有很優質的產品 那第二個呢,是這幾天我騎下來 我覺得KRX真的是一個不錯的東西 尤其我還是要再次的強調 他的雙三角台加倒叉真的非常棒 閃台車騎起來操控性跟穩定性非常的好 過坑坑的時候非常的扎實 真的很滿意 然後,那聊聊的部分呢 董事長也有提到說 應該說我們發現 他在騎的時候常常會 忘了關方向燈 所以他就講說 他再來要想辦法把這種 轉彎之後方向燈會自動熄滅的功能 接在他的車上 那究竟什麼時候會實現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他們的研發應該要開始 認真想這件事情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歡迎按讚、分享、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是大門王老師英格 我們下次見,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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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